会一周博文 关美国时政 这里是一周美国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本周美国又有哪些大事发生 9月21日 从业超过70年的媒体大亨莫多克宣布 他将卸任佛克斯公司和新闻集团董事长职务 莫多克当天在给员工的备忘录中写道 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中 我每天都在接触新闻和观点 这一点不会改变 但现在我是担任不同角色的时候了 因为我知道我们拥有真正有才华的团队 莫多克的儿子拉克兰·莫多克 将成为两家公司唯一的董事长 莫多克称 他儿子是一个充满激情有原则的领导人 现年92岁的莫多克经历了四段婚姻 与前三任妻子共育有六个子女 其中他与第二任妻子安娜的婚姻持续了三十多年 生育了三个孩子 分别是女儿伊丽莎白 大儿子拉克兰和小儿子詹姆斯 他们被外界称为继承之战三人组 9月22日联邦司法部宣布 新泽西州民主党国会参议员梅南德斯 被指控犯有涉及腐败的罪行 这是十年来梅南德斯第二次受到类似的指控 在提出最新指控之前 纽约曼哈顿联邦检察官进行了长时间的调查 梅南德斯当天发表声明 博斥检方对他的指控 称联邦检察官歪曲了国会办公室的正常工作 司法部当天宣布的指控 包括合谋行贿 合谋诚信服务欺诈 合谋利用职权进行敲诈勒索 联邦检察官透露 梅南德斯和他妻子面临的指控 涉及他们与三名金泽西商人的腐败关系 据称梅南德斯和他妻子收受了一辆豪车 一套公寓和一些金条 近年69岁的梅南德斯 是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 2015年就因涉嫌腐败遭到联邦起诉 当时他拒绝认罪 而陪审团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案子不了了之 9月23日 佐治亚州雅士兰大师一家购物中心附近 发生枪击事件 三人中弹身亡 据美联社报道 当地警方发布的新闻稿说 当天下午1点30分左右 警方接到了有人遭枪击的报警电话后 警员立刻赶赴现场 发现三名男子中弹 其中两人已丧生 另外一人被送到医院后 因伤势太重 抢救无效身亡 据当地媒体报道 调查人员透露 死者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7岁 年龄最大的还不到40岁 另外一人也才20岁出头 警方称这是一起有针对性的枪击事件 初步调查结果显示 当天一名男子接近另外两人 并开枪 其中一人马上还击 三人全部中弹 由于监控摄像头拍下了该枪击事件的全过程 警方确认没有其他人卷入该案 因此没有搜寻可能的涉案嫌疑人 9月24日 联储会的最新报告指出 除了最富有的20%的人口 全美于80%的人已经耗尽额外储蓄 手头可用现金比新冠疫情爆发时还少 根据该报告 今年6月 经过通胀因素调整后 美国八成家庭的银行存款和其他流动资产 都少于2020年3月 联储会调查发现 全美所有收入群体的实际存款余额 都少于2021年的峰值 但最富有的20%家庭的现金储蓄 却比新冠疫情爆发时多了大约8% 相比之下 同期美国最贫困的40%人群 储蓄减少了8% 而占人口40%的中产家庭的现金储蓄 在今年第二季度下降到了疫情前的水平 这些最新数据表明 美国消费者的消费能力正在减弱 一些分析师警告 由于大多数美国家庭的可用现金正在耗尽 美国经济仍可能陷入衰退 9月25日 仓储师会员连锁店Casco发布的新闻稿称 他决定为会员提供价格低至29美元 在线健康检查服务 据介绍Casco与Sesame合作提供这项新服务 Sesame是一个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医疗保健市场 致力于把全美的医疗服务提供者与消费者联系起来 Casco称 其平台不接受医疗保险 因为它主要迎合没有医保的人 和那些拥有高免赔额计划 较愿意支付现金的人士 该公司说其模式有助于降低用户的就医开支 Casco药房主页上列出的服务包括 29美元在线保健就诊 72美元的健康检查 和79美元的在线心理健康咨询 Sesame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戈德希尔发表声明说 Casco品牌以品质超值和低价而闻名 在医疗保健方面 Sesame提供高品质和超值的服务 而且价格低廉 9月26日零售业巨头 标的公司宣布 它将关闭全美主要城市的9家门店 原因是暴力抢劫 盗窃和有组织犯罪猖獗 使得他们难以经营 标的宣布 它将关闭纽约市哈林区的一家门店 西雅图的两家门店 旧金山与奥克兰地区的三家门店 以及俄勒冈州波特兰的三家门店 该公司称 这些门店将于10月21日永久关闭 该公司当今发表声明说 我们不能继续经营这些门店 因为盗窃和有组织的零售犯罪 威胁我们团队和顾客的安全 并导致了不可持续的业务表现 他还说 在决定关店之前 他在预防和制止商店盗窃和有组织零售犯罪的战略上 投入了大量资金 但最终他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关闭某些门店 9月27日 一项旨在让大麻行业获得银行服务的新法案 在国会参议院获得了重大进展 一个两党参议员小组上周提出了安全与公平执行银行监管法案 该法案旨在从法律上保护那些 向各州合法大麻企业提供服务的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 当天 参议院银行委员会 以14票赞成 9票反对的表决结果 决定把该法案提交参议院全体审议 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表决 标志着参议院将首次考虑这项立法 该委员会两党参议员发表联合声明说 该法案将让合法的大麻企业 获得传统金融机构的服务 包括银行账户和小企业贷款 从而帮助我们的社区和小企业变得较为安全 尽管全美已经有39个州允许娱乐或医用大麻合法化 但大麻业的规模一直难以扩大 因为联邦仍然维持大麻禁令 限制了该行业的融资渠道和市场规模 由于无法获得金融服务 各州合法大麻企业只能被迫使用现金经营业务 而这会引发抢劫洗钱和油组织的犯罪 好了以上就是本周一周美国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并订阅美国中文广播电视频道 获得更多精彩内容 感谢您的观看